這間房間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幻形海景 大家看看 是180度看著海的 這間房間是非常搞笑的 你們以為這間房間只包了一間房間和早餐 其實這個價錢是包了晚餐的 這間房間只包了一間房間和早餐的一間房間 大家好 我是偉哥 我是Micky 我們今天要去的目的地就是 幻形灣酒店 剛才是偉哥上老鼠車 其實我們是要在A出口 然後就會有酒店的Certle Bus 上網看過很多人分享 都是說去到東沖再轉巴士 去到余景灣廣場 然後再轉一間T車就進酒店 我們就覺得很複雜 而且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找了酒店的Certle Bus 坐這間免費的接駁巴士 坐之前就要出市 你那張酒店的入住行政 嗯 還有要留意一下時間 這架車兩個小時才可以回來 是啊 還有大家最好早點來 現在到時間就會開出 還有那些位置是先到才行的 是啊 而且它是不能預約的 所以大家要早點來 是啊 如果剛好你遲來 然後已經坐爆了 那你就不能坐 不過也幸好這裏附近 也有巴士可以搭過去余景灣的 好 那我們就去到酒店再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就到了 這個就是那架Certle Bus 大家可以認識 那這裏就是酒店的正門了 今天是11月9日星期一 那都算是多人了 大家看一下 現在就是2點9 我們就是2點半開車 那就是15分鐘其實已經去到這間酒店 我們現在上酒店房了 今天其實是星期一 我們剛才搭9來到 現在已經是3點1了 足足等了4個字還是5個字 有點久 可能那些套票那些 最近那些套票那些 很便宜 進去 這部升降機也很有海洋氣氛 很有度假的感覺 它的裝修不是很奢華的路線 是走一些很少清新 悠閒風 而且是走一些簡約的風格 嗯 好緊張啊 我們這次訂的房號 就是729 那我們是不是真的住名房 我們終於拿到房了 來之前衛高說他訂了一間山景房 然後我說 蛤? 你來到余景灣住酒店 你既然訂了一間山景房 不是望海 然後 出了煙之後 我發現這間房很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廳 其實也不算是一個廳的 算不算是一個廳呢 都算是 因為它很尷尬 對 開放職的客廳 這個廳呢 其實也算不錯 兩個人 這個房間最特別就是這個 環形海景 大家看一下 它是180度看著海的 雖然今天天氣不太好 但是 這個海景很棒 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房間最棒的是什麼 它看著教堂 我記得 我們兩年前結婚的時候 酒店旁邊都是一間教堂 叫Micky介紹這間酒店 就真是浪費鬼氣 都是由我去介紹這間酒店 我們一進來 就是一個 開放式的客廳 這邊有一張兩座位的梳化 還有一張茶几機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坐在這裡 測試一下 那茶几機的對面呢 就是有一部很小的電視機 它是超級小的 在電視機旁邊 就是一個mini bar 熱水壺 還有兩支免費的水 旁邊這邊 就有些咖啡包 茶包 就有些咖啡包 正正常常的 而這個mini bar的下面呢 就有個普通的小型雪櫃 酒店標配 裡面都是什麼都沒有的 而客廳的這邊呢 就有一個衣櫃在這裡 衣櫃裡面呢 是有一個替換的枕頭 好像都幾乾淨 都乾淨的 用膠袋裝著 這裡呢 就可以給你掛衣服 有燙斗 有燙衣板 拖鞋 下面也有一些積極的拖鞋 這邊呢 就有保險箱在這裡 這個是什麼來的 如景灣酒店 是有兩套浴衣提供給我們 你試試打開它 好大件 這些是日式的浴衣 像是呀 那男生就不用穿褲 我們穿完看看 oh no 哎呀好想去 留下浴場浸浴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那些閘子好像不開 你好像那些 不是呀 你好像裡面包壽司 那些學徒 哈哈哈 都聞到他們的衣服 剛剛洗完的香味 但是呢 這裡只有浴衣提供 就沒有那個浴袍 那這裡有一塊鏡 那鏡都幾大塊 Thank you for sharing 那走過這邊一點 就有一張梳妝桌 那它就配合這個弧形的設計 然後呢就在這個位置 就安裝了一張梳妝桌 你的頭胸前一點 看著鏡子 那些KOL就這樣打卡 其實這鏡子有沒有開燈的 已經開了 原來已經開了 不是很夠光 是有一點點暗 但是它的設計也挺漂亮 嗯 嗯 對 那就用一些Marble 桌面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酒店的泳池 和這個遊戲室 都有一些開放時間 那它這裡呢 都很貼心 就放了 有中英文版的泳池開放時間 還有一封 個個都有的信 那這裡呢 最大的賣點呢 就是這個 180度 弧形的 落地玻璃窗 有些可惜的是 今天的天氣就不是太好 如果外面是濫天白雲的話 那真的很棒 這裡看上去就是 余景灣的景點打卡位 就是這間教堂 下面就是很多人圍著那個教堂 一會兒我們也要下去拍照 那在落地玻璃的對面呢 這個位置呢 就是一張Pink size的大床 在三邊下床 那它做回一個互形的設計 就配合回這間房 那它床頭呢 都有些電子 還有這個有支燈的 那這個呢 就是夜讀燈 那另外這一個呢 就是控制全屋的燈 那另外這邊床頭呢 也是有一盞這個夜讀的燈 然後有個冷氣遙控 還有這個插掣位 還有它很貼心呢 就是有個USB按鈕 那它也做了一個保護罩 就擔心小朋友伸的手指 所以這個也不錯 另外呢 這裡也有一個鬧鐘 不鬼暑的 下面還有一個插頭位 我怕你不夠用 所以多給我一個插掣 好 接著呢 就是參觀我們的廁所 你的什麼廁所 是我們房間的廁所 進來呢 就是一個馬桶 剛剛偉哥呢 關廁所蓋很大聲 這個馬桶是沒有油壓的 所以呢 關廁所的時候就啪一聲 這個廁所呢 就是做了一個雙星盆的設計 晚上塗的時候 你就不會跟旁邊的一個在爭 雙星盆 是嗎 這個Micky呢 就是很壞的 整天都扔開我的 剛剛你塗了 所以呢 如果遲些我們有家的話 我還是會做一個雙星盆 不是雙洗手盆的設計 那就不用被Micky扔開我了 嗯 這裡就是有些牙刷啊 浴帽啊 梳啊 還有 身體濾 那下面這個這麼鬼書的位置 就做了一個插頭的 是用來替梳跑用的 另外呢 這裡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那個蕃茄是貝殼型 它是符合酒店的設計主題 就是海洋風 我們進來的時候 它是很貼心地把這個櫃桶拉開 那我就告訴你 這裡就是有個拋風筒 然後這裡有紙巾 然後剃鬚刀啊 狐狸套裝 還有毛巾 這裡就有的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是有浴缸啊 竟然有一個這麼大的浴缸 其實呢 做一看 我覺得這裡有點像一個小型的泳池 如果放滿了水的話 帶著小孩子在這裡游泳 挺開心 他們真的玩水 我覺得真的有點大 真的呢 我這樣放到 可以坐到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這個浴缸呢 是看著這個無力大海景 在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是加分不少的 我上網看到呢 它的出水位很有趣 哇 它的出水位是非常搞笑的 好搞笑 好像個瀑布一樣 軟軟的 都夠熱的 這水 我覺得這個設計挺搞笑的 剛剛呢 就給大家看完我們的房間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我就覺得呢 挺乾淨 挺漂亮 挺不錯 那大家猜一下這間房間 多少錢 我呢 就是不知道的 給我那個 那 這間房間呢 我就去了 買travel 預約 這個是一個staycation的package 整個package的價錢呢 就是 多少錢 1,960塊的這個package 你們以為這間房間就是包了 一間房間和早餐 其實它是包了晚餐的 這個價錢 那這間房間呢 就是叫做全海景豪華大床房 那全間酒店是只有8間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來 就是有什麼特別的節日呢 一定要先預約這間房間 真的太美了 如果不是呢 你可能早一天 或者早兩三天 可能會沒有完 尤其是星期六日 那另外呢 我就包了 今晚的半自助晚餐 那因為余景灣酒店呢 星期一至四 就是只有半自助晚餐 而星期五六日呢 就是會有自助晚餐 那我們今天星期一 所以就是吃半自助晚餐 那相對的價錢呢 就會便宜一點 那我在訂房的時候呢 就在上面寫了說 是我們兩周年的結婚紀念日 那酒店呢 就沒有為我們準備到小蛋糕了 那反而呢 是給了一張 這樣的 祝賀卡 對 一張祝賀卡給我們 那呢 就寫著 祝我們周年紀念快樂 還有呢 我們可以憑這張祝賀卡 那就下去下面那間餐廳那裡 就會送兩杯汽酒 就是兩杯汽酒 和少少驚喜 那又寫了少少驚喜 你剛才說是一個蛋糕 對 那就是可能是一個蛋糕 那一陣子再下去拍給大家看一下 嗯 那我覺得這個安排都不錯的 是 那我們的Room Tour呢 就拍到這裡就完結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呢 就會跟大家去看一下我們的自助晚餐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